這件事我越開越深就是保齡茶室的這個中毒案 這個中毒案今天把那個負責人找去了 找去了以後 當然我現在限制出境 限制出境你能夠控制他我不知道 可是我覺得他最可惡什麼 他今天到了那個地方 兩手一攤 要我賠錢 門都沒有 因為我破產了 是 現在情況發現越來越清楚 怎麼叫越來越清楚呢 他很顯然是營運不善的情況之下 一家一家店其實就要關門 最後A13的這一個奪命電視 事實上他3月30號就關門 所以去實在話 如果你都已經要關門 你就不要再做了 因為沒關係 反正趁幾天 他為什麼要到最後還要再營業 結果你限定那幾樣 就三四樣才給人家點 很顯然其實 你在去年你就已經沒有繳保費了 你連最基本的保障你都沒有 沒有保障了以後 你今天 剛剛講你完全欠錢 然後你要講 現在他等於把所有過期的食材 剩餘的食材 端上桌面是越來越有可能了 而且保階哥你講到一個重點 他去年10月的時候 才2000塊的保費他都不繳 那代表什麼意思 我就不要了啦 以為保拍照啦 什麼意思 他那時候其實就不打算 要給你好好善良 所以從10月之後 該跳票的那一些什麼 菜式飯的錢也不給了 但是你要知道 他該給的錢他不給 連2000塊保險費都要省 但是他要收的錢 他一筆一筆收 他還在賣年菜耶 那人家想說你都沒有給菜飯錢 你怎麼會去賣這些年菜 你年菜的菜是乾淨的嗎 是新鮮的嗎 還是就像我們剛剛今天知覺心看到的 他連要關門 要停止營業 他的那個飯鍋上還有熱飯 那我問你一句 過往這一段時間 他賣的那一些飯 他賣的那一些炒龜牙條 你相信他龜牙條是那哪一天的 搞不好全部都是庫存 搞不好都是清倉貨 他完全沒有良心 完全沒有良心 他不僅沒有良心 更可怕的是他竟然還要繼續營業 他說了多少謊 然後呢 你有沒有發現 我覺得有一件事情很蹊蹺喔 他現在不是兩手一探錯我破產了嗎 好那現在情況來了 既然你都破產了 為什麼你無心間那一個 你又弄了一個旅行社 你哪來的錢開旅行社 第二件事情 你說你破產了 那你為什麼那個 微風的那個復興館 有一個餐酒館 然後那一家店還繼續營業 營業到昨天還在營業喔 而且那一家店最詭異的一件事情是 他的招牌不是寶林 他是用另外一個名稱 所以其實就像我們剛剛之前有講到一件事情 他是不是在玩一個手法 因為有一些無良黑心的商人哈會賬 這個品牌 我本來就是要趕快短時間讓他爆紅 然後加盟 這個加盟沒有加進來之後 喔 那就拍子 趕快丟掉 倒了 但是倒了之後 我還是弄剩有的錢 繼續弄個品牌 我該給人家的菜飯的錢 我該給人家一些錢 我就不給 然後你來告我啊 不然你想怎麼樣 但是我有沒有收人家的錢 我有收啊 我把這個收到的錢 變成是附下一個新的品牌 衝新的事業的一個第一桶金 所以你知道他從之前在台中的那個旅行社倒了 然後來台北這個 來台北這個那個饒河街的那個快炒店 短短才兩三年時間 你竟然斬電 斬電到A13 斬電到那個微風的北車 斬電到我們的微風的那個他復興館 每一個地方都貴聲聲耶 我朋友在弄的飲食餐飲集團的 他說去這種地方的 那個包括你的櫃位的錢 包括抽成錢 那是貴的要死 你口袋不深的 沒有人會這樣搞 第二件事情 他每一個據點貴的要死 你有花那麼多錢在裝潢 結果呢 你只欠一兩年 那很顯然 然後要讓他變成是知名品牌 然後吸引更多人希望來加盟 加盟之後他就有那個資金 繼續在弄其他東西 而且我現在整個 他不是說我已經倒了 我沒有錢對不對 那你現在就去查 為什麼他要刻意隱匿那一家 就是那個餐酒館 不是同一個名的 是不是那個現在變成是另外一家公司 把資金移過去 所以這個部分要去查 而且現在可怕什麼 現在所有的徵兆都是什麼 米孝俊村 米孝俊村那個不是說你隨便就會出現的 那個在台灣過去從來沒有出現 在台灣沒有出現 過去出現的地方 環境非常糟糕 你的食材處理非常惡劣 在環境比較糟糕 食材處理非常惡劣的狀況下 你才可能會出現這種畢句 結果沒有想到 你現在這一家店是有可能有的 有可能有的狀況下 你這個老闆是怎麼做生意的 我跟你講 事實上是這樣子 如果你有在做這個菜的話 你就會知道 像我們一鍋飯 如果你沒有一次要吃完 你一定要事先 就要把它分包裝 因為你每次要吃了 你就弄一包出來 用一包出來 所以現在讓人家覺得說 為什麼你剛剛提到 過去台灣這30年來 從來沒有出過這樣子的事情 因為台灣的商人沒有這樣 就是明明賣不完 或是賣隔夜的 你大部分都丟掉 那是多少錢的東西而已 才就是那個 過仔條是哪 成本是有多少 但顯然 我認為他的銀座 要不然你就是清庫存 這個庫存不知道放多久 要不然就是你在烹飪的過程裡面 你知道嗎 有時候你要進進出出的拿冰箱 進進出出要幹嘛 要開冰箱 開冰箱會怎樣 會耗電 他連這都不要 早上就把它拿出來 整天的就用這一份 然後呢 沒有煮完第二天就放進去 所以這樣的熱冷 熱冷的情況之下 很容易會導致那個品質 會產生問題 那現在情況是來了 我覺得就算你是因為這樣子 你搞不清楚 你貪小便宜 你只是 就是不是無心的 可是我就問你 當事件爆發之後 3月20幾號的時候 已經有人發現有問題了 3月26號的時候 你就算媒體採訪的時候 你還就講到說 我們是賣數的 怎麼會有問題 不會有問題 可是如果到3月20幾號 你就知道有人跟你講說 你的中心是不是有問題 然後怎麼樣什麼時候 你是不是就不會賣了 他沒有 他繼續賣 而且還記得嗎 他的負評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這一個月以來都是負評 換句話說什麼 他從這過去那個 10月份 2000塊的保險金 都不繳的情況之下 他已經沒有要好好做生意 他就是能撈多少吃多少 該付了不付 到最後就是讓這個品牌 讓這個電導 但是他搞不好 有另外另起爐灶的打算 好 玉鳳 剛剛講 今天台北市警察就找他來 你跟我來談 他談了以後 大家覺得 你剛剛講非常的無力 他就這個人 我就一推我五六 我兩手一攤 我沒錢 對 現在台灣的話 其實我們之前也發生過 一些相關的類似的案例 老闆都是非常的羞愧 炸鍋賣甜 把房子拿去賣掉 你就是要賠 現在有兩條人命 還有五個人重症 我沒有看過這麼惡劣的人 三三來遲 然後來了之後 其實裡面的重點 就是因為兩個人死掉了 這個賠償一定要談 對不對 所以消防官就問他說 你為什麼當初那兩個保單 你沒有去繳呢 他就說 因為公司動盪 所以我漏腳 公司動盪 才2000塊 2000塊公司動盪 你自己從口袋都可以出吧 對 好 那重點來了 重點說好 那個保單 因為現在產險公司 不可能認 你沒有繳 我怎麼可能 這個時候出事幫你弄 你說那是無效保單嗎 對 已經是無效保單 而且他們很過分 還拿出來騙衛生局 因為他們忘了把保單給收回去 好 那重點來了 台北市的官員就問他說 那如果你這個保險不行的話 你有沒有辦法 去慰問家屬 或者賠償家屬 雙手一攤 我是負資產 什麼意思 你說他連去慰問 連個慰問金 什麼他都不要 對 現在來說的話 你就是拿他沒責 為什麼呢 因為整個事情發生之後 你會發現說 他從頭到尾 他都不可能說實話 這個東西呢 他的品牌 其實有些被熱靈鐵 有些我們之前講過了 餐酒館跟他也有關係 但是呢 他卻把它隱藏起來 那現在更可怕的一件事情 是說 我們現在三個地檢署 台北地檢署 士林地檢署 新北地檢署 要來查這個案子 可是他當時候發生的時候 我們大家都還不懂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怎麼可能吃個貴阿屌 會死人 對不對 但是呢 他們知道這個異狀 他們肯定會知道異狀啊 所以當衛生局去的時候呢 已經查不到東西了 所以第一時間 他全部清乾淨了 對 所以大家第一時間 不可能會覺得說 會不會是下毒 會不會是什麼那麼嚴重 衛生局去 因為他不是司法警察 他沒有東西 所以當時講說 台北市的衛生局 都去做調查 你這種綠濃感菌 大腸感菌 你會造成這種上毒下限的 都沒有 他已經把所有東西都清得乾乾淨淨了 現在來講的話 就是欺負衛生局 因為你不是司法警察 當我們衛生局人員去 你說沒有 又是雙手一攤 就是沒有啊 你能拿怎麼樣 你說這個店這麼無賴 對 所以後來呢 才用檢察長來下令 所以呢 叫新一分局跟台北行大 八隊再去去 可是你現在想看 前面已經有衛生局去了一趟 衛生局都查不到東西了 警察去 有辦法扣到東西嗎 也沒有辦法 也沒有辦法扣到東西 然後呢 雙手一攤 就是我們東西就是這樣 然後再去看看 今天的這一個協調會 也雙手一攤 從頭到尾 我沒錢 沒錯 我覺得這個東西真的是 真的是太離譜了耶 現在你就是有人 發生著這個事情 有人死了 有人重鎮 後面還有一頭拉骨的 但是呢 反正他既然就是這個樣子 我覺得他就是 不然他太無賴了吧 我覺得他行事作風就是這樣 而且吃定了台灣法律 拿他沒責 那你剛剛講 現在我從這個 今天講兩個遺體 在新北 我可以在這個所謂的 驗屍的這個狀況下 找到答案嗎 我覺得現在來講的話 香驗遺體解剖之後呢 應該可以找到 至少會有一點蛛絲馬跡 然後呢 其實至少我們在這個 因為百貨公司 他的監視器還算完整 所以呢如果有一點的蛛絲馬跡 再偷監視器來扣的話 或許有機會 但是呢我覺得這個老闆的態度 他已經做好了最壞的打算了 所以我覺得 這個對當事人來講的話 恐怕是非常不利 所以董事長 這個太無聊了 他等於說我知道的狀況 我知道我闖下大貨 我闖下大貨之後 他都處理了 寶傑我覺得這個問題 我們要放大來看 因為最近我們發覺 台灣出事情的這些事情 都在哪一個單位 衛福部 都在衛福部 你看很簡單 蘇丹宏 衛福部 今天找出來 他那個離婚的人 有密藏了兩千萬新現金 對 然後又這個 這是兒福聯盟 衛福部 然後今天這個 保齡茶市 衛福部 都在我們的食品 跟我們的幼兒的安全 這一類的事情 都在衛福部 衛福部然後又開始 就開始有很多理由 很多話術 在說明這個整個事情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問題很簡單 法律是什麼東西 法律是道德最低的底線 當你圖法不足以執行的時候 他就沒有辦法管理了 所以真的嚴格講 還是在法律的問題 我們今天這所有問題 都出在一個根本問題 你知道吧 你有沒有看到 我們這一般的7-11 一般的商店裡面 經常有看到 我們衛生單位去取樣 去積查 那我的問題很簡單 我們老百姓 不是光是新聞罵完就算了 而是今天這個問題的 發生的根源 還是我們的執法不利 才是真正的問題 到今天為止 不知道怎麼回事 也不敢確定怎麼回事 甚至連收押一個 犯罪嫌疑人都不敢收押 不敢收押 不敢收押 證據不足啊 不確定啊 對不對 今天才開始做這個 尸檢工作啊 所以這個問題 但是這個問題發生 就是說 到底是地方政府的 衛生單位出問題 還是中央出問題 爛透 爛到幾點了嘛 你可以講很簡單 這個東西非常簡單 就是一個食材 它把它不正 就是不當的管理 它冷熱不當的管理 擺在骯髒的地方 結果就會自身的病毒 然後把它的客人吃死掉 對 這那麼簡單一個事情 這很複雜嗎 那有人去檢查就沒事了嘛 你把它新鮮度管理好就沒事了嘛 把冷藏管理好就沒事了嘛 那為什麼沒有人去管理 沒有人去機查 沒有人去做正常的管理 不是而且 你今天在一個百貨公司的大樓 你百貨公司的大樓 有樓管 你的百貨公司不用管的嗎 對啊 我看完我嚇一跳 A13是一個高級地方 還有這個台北車站也是一個 經常我們從高鐵下來之後 會吃個東西再回家 不小心我就中標了 這個太危險了對不對 這個東西 敵人就在本門 本門市 太恐怖了吧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政府的無能 才是真正要核心思考的問題 你知道嗎 所以又回到賴清德 倒楣鬼嘛 賴清德 賴清德是倒楣鬼 賴清德馬上接的是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是台灣最高的驕傲 你知道嗎 你記不記得以前我們在開放陸客的時候 所有陸客到台灣來幹什麼 到台灣吃小吃耶 為什麼 衛生 對不對 然後好吃嘛 大陸會吃到地溝油嘛 大陸會吃到很多奇怪的東西 台灣沒有嘛 所以從1月13號投完票之後 連續發生了三件跟衛福部有關的事情 都是匪夷所思 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蘇丹宏化學原料 每天塞在我們肚子裡面 包括你我不知道塞多少 對 小孩1歲 3個月被虐童被虐待死亡 然後警察吃案 12月24號 然後再給他吃案吃3個月 這個航線儀器整個政府的組織 整個根從根部爛掉了你知道吧 整個政府已經沒有辦法 沒有在行使正當的法律應該扮演的角色 包括地方政府包括中央政府都是一樣 這才是真正的悲哀的地方 好 宇軒 剛才講的 昨天在討論這個事情 大家想說你是不是下毒 因為它跟所謂的食品中毒的 這個食物中毒的狀況不一樣 一般我們只能講 你食物中毒我這一餐餐吃了 我下一頓飯 我這一頓開始發作 那麼你要是集體 就是這一頓飯 你很少說延續了剛才講 19 21 22 23 今天24都有了 然後現在越來越可能指向說 現在米酵菌酸 這個米酵菌酸如果真的第一次在台灣發現 那不是嚇死人嗎 那個米酵菌酸恐怖到 100度的熱水滾水是殺不死的 還有 當你吃下去的時候 無藥可解 對 保安哥現在出現的案情有一個重大進展 第一個 衛福部因為在我們錄影時間現在 他8點半今天要召告重大記者會宣布 宣布相驗結果 那既然要宣布 代表一定是有什麼超出大家想像的 這找到了 對 找到了 超出想像的地方 第二件事情 今天檢調做這個動作非常不尋常 因為它是說限制出鏡 但它只有限制這個負責人嗎 只有限制理訪序嗎 沒有嗎 包括店長 全部 全部 所有在產的 所以代表一件事情 在偵辦過程當中 他們找到了一些很奇怪的疑點 比如說對話的紀錄 或者是監視器畫面 那你知道為什麼要先限制出鏡 沒辦法先壓他們嗎 就是在等這個相驗結果 因為相驗結果出來 我才知道它的致死原因是什麼 對 知道致死原因之後 我可以做什麼動作 開始去回調 包括它整個監視器畫面 是不是有些動作 或者保存不當 因為保德哥你不要誤會喔 人禍有兩種 一種叫做什麼 一種叫做我刻意下毒 我刻意下毒 是我把你毒死嘛 但還有另外一種叫做什麼 我擺爛 這個叫做業務過失致死 所以它一定是從這兩個方向去 稽查發現 這些人最嫌重大 我才會將你限制出鏡嘛 保德哥他們是以什麼方式 叫到警察局去 叫他去音訊的 什麼方式 證人 證人我也當過啊 什麼時候我當過證人 當到手機被壓 限制出鏡 什麼時候當到證人手機被壓 什麼時候當到證人限制出鏡 肯定是在問話過程當中 有找到什麼疑點 有找到什麼披露嘛 再來各位 我再講一件事情 剛剛已經整個 剪掉都沒把相關的過程都爬書清楚了 我12號 跟你叫貨 16號跟你叫貨 保德哥你知道代表什麼嗎 到了12號叫的貨 16號就已經快用完了 所以我16號才會再叫嘛 而且它連數量都有喔 他說一次多少包 20包 因為各位 果條這種東西是不可能放久的 你沒有辦法放久 我一定是要多少叫多少嘛 而它到了下一次叫貨是什麼 23號 所以這說明了一件事情喔 如果在這當中果條出了問題 要嘛就是你保存非常非常的離譜 如同我們看到的饒河夜市那個狀況 對不對 你飯到現在就還在給我這個煮 你什麼叫貨了之後 你搞不好連冰箱都沒有冰 人到 我覺得比較像高大臣所說的 你的問題可能不是在歸阿條 因為你的歸阿條是賣給很多人 現在可能問題是剛剛講 現在只有在中國大陸 只有在印度 只有在莫山比克發生這個事情 你剛剛講的這個事情 剛剛講的這個病菌也不是說 你想要有就有的喔 這個還要你配合 剛剛講你要在鳳梨 你要在這個椰子裡面 發酵裡面才可能有那個病 你有菌株 菌株以後才可能變成這個東西 你有沒有可能從國內進口 有沒有可能從中國進口 你從中國進口 那個那罐 那罐東西是什麼 對所以保雷哥這個我們講 這個病菌叫做 椰毒甲丹包菌 對不對椰毒甲丹包菌 台灣從來沒有出現過 從來沒有發生過 那我跟各位講 他炒果條 裡面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果條 但現在看起來問題不在果條 菇類也不是 然後青菜也不是 但還有一個重點 他說我有特製 我的黑醬油 我特別帶來一個黑醬油 就是我們這家獨門生意 他說吧 一般我們炒菜你要不要加水 要加水 他說我不要 我今天炒龜阿 他說為什麼可以炒得很香 因為我一滴水都不加 我一滴水不加 我就一直炒 炒得很乾很香 那你炒的過程裡面 我要加黑醬油 這個黑醬油 它的獨家蜜蜂 對那問題是這個獨家蜜蜂的毒 會不會剛好變成那個毒藥的毒 真的假的 變成獨家蜜蜂 不知道因為現在我們整個 爬梳下來 案情看起來都不明朗 因為其他的我們怎麼 用刪去法的方式 如同保雷跟你剛才講的 如果果條有問題 其他家裡都應該有問題 對不對 而且按照這個經過的時程 感覺問題重點也不再果條 所以我跟各位講 現在等到魏夫夫把這個記者會召開之後 就會很明朗一件事情 會不會就是我們所懷疑的這個獨家蜜蜂 甚至是這個員工在過程當中 有什麼非常離譜的事情 隨著屍體給我們的答案 大體給我們的答案 對照回去你就會知道 限制出現背後的理由到底是什麼 好 剛剛講現在有兩個新的發展 一個發展是吧 這個負責人 你被限制出現了 不然被限制出現 剛剛講 你現在的手機是完全被扣的 你的行蹤是被限制的 限制完了以後 衛福部八點半臨時記者會 對沒錯 因為現在是經過這個解剖之後 應該就發現 所以應該是蠻明顯的 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王必勝講 解剖個案 檢驗結果 有重大發現 對沒錯 當然要等衛福部的說法是什麼 但是我必須說 這個黎青的負責人來說 我從這幾天看他的所有的所作所為來說 我覺得他很像是詐騙集團 為什麼很像這樣 所以我也認為說 他可能真的管理就沒有管理好 從一開始 因為他根本就沒有食品業的工作經驗 他雖然說他是在那邊怎麼夜市抄火條 但如果我去看他的發展來說 我覺得這應該是一個寫好的劇本 什麼寫好的劇本 因為你看他以前在旅行設業的時候 就賠了那麼多錢 賠那麼多錢之後 後來轉進食品業 其實食品業比旅行設業更難賺 對齁 對 那你要賺錢 你要什麼方法 你就要弄加盟 你可以快速的展店加盟之後 可以讓投資人進來 我就賺那個加盟金 這是他可能最快的方法 但是你要賺加盟金來說 你要有什麼方法 你要有故事 你要有點 所以他的故事是什麼 他說什麼 我天夢見什麼誰 跟他說你要吃素 開始吃素 然後緊接下來的話 他到這個所謂夜市去炒火條 然後炒得非常好之後 你看炒完沒多久 就開始展店了 所以這個速度來說 照理說 如果你真的是要東山再起了 你就在那邊炒個幾年 真的慢慢起來 不是 他馬上就快速展店 而且他展店的很有意思 他展店都是選最精華的地方 你誰有辦法這個樣子 我們就算是在夜市賺的第一桶金 我也不敢說馬上就在微風 然後又到這個A13 大家知道 A13是那種貴位來說是非常貴 成本很高嗎 你在台灣來說的話 只有那種連鎖的店 譬如說什麼知名的集團 或是你要賣那種客單價很高的 你要買客單價 一客是兩千三千 這才撐得起來 他客單價一客才兩百多塊 他怎麼可能撐起來 所以他擺明一開始去 他就注定一定是虧錢 一定是完蛋了 你是要打響招牌的 所以我只簽兩年 對 所以你看他後來開了那麼多家店 然後後來又是這樣 還說我準備要這個 蓋一個新的店 保久跟妳講 他應該沒有那個新的店 那個新的店是用來呼嚨你的 就是說我準備要這個樣子 再來就是為什麼他會有蓋 除了這個果條店 然後又要什麼咖啡店 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他要展示說 我的集團實力很大 很強 我有很多品牌這樣 我是多元化 對 你才會相信我 只是說這個故事到現在為止 寫不下去了 沒辦法了 因為目前為止也沒有人 可能沒有人要加盟 沒人跟上去 故事不好 然後賠了一屁股 那不是台積光很類似嗎 對 完全撐不下去 完全撐不下去又怎麼辦 你看他連兩千塊的保險費都繳不出來 所以顯見他的財務狀況 是相當相當的糟糕的 他今天去音訊的時候說 我什麼都沒有 對 所以他為什麼會有什麼 為什麼會有那些食品的問題 我覺得的確他可能真的蹲了太多 反正因為他對食品 我覺得他也不是很理解 可能交給店長去管理 那店長反正我最後的狀況之下 我能夠有多少回本 就有多少回本的狀況之下 他就做了這樣事 然後導致這件事情發生 不過目前為止 我是覺得 這李仿軒我覺得 可能這些受害者 真的 你要從他身上吐到錢 我覺得可能 拿不到了 應該是拿不到了 他可能真的已經是 虧了非常多錢 血本無歸 財務狀況應該都是非常糟糕 所以玉鳳 他現在擺明就是 我就是賴命一條 你拿沒辦法了吧 對 現在來講的話 非常的無奈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就算他有真正的刑責 因為2點30分 衛福部就要開記者會 8點半 對8點半應該就是有 初步的答案出來 但是你頂多就是扣住他 讓他進去管 如果他在之前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之前有查過 你打他他的名字裡面 他在台北地方法院 台中地方法院 各14個案子 14個案子 他就有14個案子了 對有14個案子 那這14個案子 很多都是什麼 都是支付命令 什麼支付命令 欠錢 對欠錢從幾萬塊 到幾十萬都有 然後呢欠的錢 各式各樣 租金也有啦 然後呢就是貨款也有啦 你想想看 如果一個人真的有心 要做生意 你會從台中一路欠到台北嗎 對 然後呢他還席不改名 做不改姓的 繼續用自己的名字 在行走江湖 我覺得他最大的就是 最大的打人 最大膽的地方就是這個 反正我就是這樣 我是爛命一條 對我就是這樣 所以呢他從以前的這個 旅行社一路欠 然後欠到現在來講一路欠 可是我覺得最神奇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以他這種資歷 以他這種狀態 以他公司這種負資產 你怎麼可以進到百貨公司 信義區的百貨公司 我覺得這來講的話 他要做調查的 對一定要低低一定要調查的 今天這個圓擺 你脫不了關心 我覺得現在來講的話 恐怕會往上去燒 你想想看 客人是因為保齡進去吃的嗎 圓擺 對 所以你現在來 沒錯 你現在來講的話 雙手一攤 我就是沒錢 我就是負資產 我就是公司動盪 那現在來說的話 如果你要保全 我們被害人的一些資格 我們被害人的一些問題的話 那你是不是往後去燒 我覺得圓擺 可能在這個案子裡面 也會被卡到相關的問題 好的 現在剛剛講了 這已經變成檢調的最大事吧 我剛剛講 馬上 以前不是說 我今天做檢驗 我光是發現結果 都要十天 十天 十幾天 現在等於說是用罪數件 對 因為現在來講的話 這個事情其實從發生到現在 大家的心情就是從疑惑到驚訝到不可置信 想想看 台灣吃東西不是應該是最安全的嗎 你現在來講的話 這個東西 已經讓大家對食安沒有信心了 如果連五星級信義區的百貨公司 都會吃死人 以後大家敢去吃什麼東西 所以董事長剛剛講 這件事情真的 完全的拿那個人 支付命令十幾個 我已經欠了一屁股債了 這個沒有用的 這是個小賣店嘛 對不對 現在我剛剛講的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是 到底是哪一個環節 我們政府的疏失而造成的這個問題的發生 而我認為到今天早上 這個衛福部王必勝的說法 對 還說這種事情很難發現 還在故意在推卸責任 還在推卸責任 還講說我們二十六號才收到訊息 你二十三號新北已經給你了 二十四號台北市已經給你了 你還在那邊推脫責任數 二十六號才收到 所以這就是今天我們中央政府的一個 那個態度的問題嘛 所以我認為今天這個事情 他現在講說八點半有重大發現 我就不太理解八點半重大發現 應該是檢察官開記者會啊 怎麼會變成衛福部開記者會 如果有重大發現的話 那是偵查的那個辦就要件啊 他是跑來開什麼記者會幹什麼 王陽布勞 對 作秀 作秀 另外一個還有一個要開記者會還有誰 因為法醫要開記者會 因為負責施檢的法醫 要把他施檢的結果 要跟社會報告嘛 對不對 要避免大家恐慌或怎麼樣 那這個記者會什麼意思呢 要重大發現 所以看到有機會作秀了 這個王必先生跑出來作秀 然後遇到事情的時候 我們26號的發現 對 就吹摺了 對 就吹摺了 然後作秀的時候就開始 就開始跳到第一線 所以你說有這樣的衛福部的政府次長 這實然怎麼搞得好 對 不 他自己也知道 到520就下台了 他沒了嗎 他當然不可能有了嘛 對不對 不過我現在講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我光就他個人的一個態度上來講的話 我認為這個政府很糟糕在哪裡 就是說第一個時間 我們今天應該檢討什麼事情 很簡單 我是主管機關 我馬上從事情發生的第一天 立刻把我的機查隊 機查人員全員全省派出去 開始做亡羊捕撈工作嘛 開始對這些小店小攤販 做不斷的加強或是註冊登記 因為現在數位時代 不過我們的數位部也不太 唐鳳也不太靈光了 他每天比這個手勢就夠了 他每天拍照然後比這個手勢 台灣有幾十萬個攤販 其實用數位方式管理的話 通通都可以管理 通通都可以取樣 你加強取樣 加強機查 然後加強去做一些檢驗工作的話 這個問題就可以防圍杜漸嘛 不知道最後在撕檢有重大發現 撕檢重大發現批多人都死掉了 重大發現 然後這個是個騙子 那最後到底誰負責 然後這個事情呢 台灣是一個對這個記憶 經常容易失憶的社會 過個兩天就把事情忘了 忘了 又變成另外一個翻篇以後 另外一個新的故事發生 又開始重演 所以我認為今天最重要的 還是主管機關的態度 非常糟糕 一點都不積極 到現在為止 沒有講過一句話 明天我怎麼改善 有沒有人講這個東西 沒有 沒有 上上菜菜沒有 都在卸責 就人走掉了 人死了 人出事情了 你們到底事情 我們現在損失兩條人命 有五個人在ICU裡面住到 那這些人 我現在只問一個問題 那這些醫藥費誰負責 那這些家族的後世誰負責 那這些傷害到底誰來負責 主管機關會負責嗎 主管機關過兩天 沒有記者會可以開 他就忘了 他就躲起來了 對他就是這種態度 造成國家不斷的整個政府的螺絲釘 不斷地鬆懈 不斷地鬆懈 整個崩壞掉 才是這個問題的根本問題 因為明天還會有類似事情發生 好 所以宇峰 現在每一條電視報做了國政調查 國政調查第一名大罪不滿是王北花 第二名是誰 唐鳳 最不滿是誰 蘇衛部 當然這個都不能鼓勵 這個當然對你去犯法 要繩之以法 可是他們也太不爽了吧 不爽的去蘇衛部開槍 對 今天早上十點多的時候 我們看一下那個畫面 那個畫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荒謬 一個民宿的老闆 帶了卡棒 然後帶了長的柱狀物體 然後進去叫大家先出去 先出去之後 然後連寶拳也趕出去 結果是為了什麼 他為了開槍 然後大家在那裡說 他先進去 從裡面往外開槍 一對一對人就想說 他到底要幹嘛 然後手機拍一拍的說 哇他拿出槍 然後就轟了 轟完之後呢 旁邊騎手機過了 然後大家鳥獸散 結果有人要過來停車 他過來停車的時候 旁邊拍手機來說 裡面有人開槍喔 你要不要停車 你自己考慮一下 這是在台北市 這是在博愛車區 在總統五旁邊 你停車車 先考慮一下 左邊會不會開槍 右邊會不會開槍 你說這個東西 到底寧願到達什麼樣的程度 你說這個在小門旁邊 對 就在小門旁邊 蘇惠布他的一個新的辦公大樓 你現在進來之後呢 你竟然在這邊發生這個狀況 然後呢 他就開完槍 把東西放著 你都覺得他好像是在放什麼 辦公用品一樣 然後呢 乖乖在那邊等警察來抓他 他跑也不好 沒有跑 對因為他說 所以我就帶一個卡棒 一長一短 這個是展彈槍 這個帶一個手槍 就恭喜這麼多了 對 他就是去那個地方 他就是為了開槍而開槍的 所以呢他也不打算浪槓 也不打算跑 開完之後呢就在那邊原地等 然後他就告訴大家一件事情說 因為現在來講 就是生活過不下去 如果生活過得下去的話 誰要上涼山 現在來講 這個東西其實是非常嚴重的 因為他那一把散彈槍是制式的 制式的刑期是五年起跳 那是制式散彈槍 對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警方情勢局也要再去查 他到底民宿老闆 難道台灣只有我們沒有槍嗎 為什麼民宿老闆有一把制式的散彈槍 可不可以講說這個兇險 這個槍手 他已經出入監獄很多次了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生活過不下去 然後他還帶了五個震撼彈 這五個震撼彈也是非常神奇的 一個民宿老闆 怎麼會有這個震撼彈 但是現在數位部來講的話 你是不是真的有很多事情 讓大家看不下去 所以連民眾都去開槍了 而且你居然是在接近博外特區裡面 幹了這件事情 而且大家講 你數發部到底多討人厭啊 其實你想想看 數發部的次長在這個 在質詢的時候 你看之前質詢到打瞌睡 然後王世堅來跟他講的時候 他又跟他記憶說 我沒有打瞌睡 你只是眼睛小嗎 你看這個 就是定逃了嘛 歐洲的地方 誰沒有打瞌睡過 誰學生時代沒有打瞌睡過 你現在打瞌睡 你就是打瞌睡吧 你還是跟大家講 我沒有打瞌睡 然後還跟王世堅在那邊爭 所以我覺得數發部現在來講 他就是一副 反正我就是爛 你拿我怎麼樣 你之前跟國民黨的立法委員質詢 你在那邊公然打瞌睡 可是今天你碰到了王世堅 你在那裡嬉皮笑臉 對 而且那樣子就是怎麼樣 反正你拿我沒責 你叫我下台 我下台以後繼續吼王世堅 你有看過這種官員嗎 如果你今天來講的話 你東西做得很好 你績笑得拿得出來 你要去反向民進 反向立法委員 那是你的本事 他這個表情 對 他就是善笑 怎麼樣 你女傅就是跟你搶賭 你現在來講 我給你死 你做我沒責 他是科技專家嗎 數位專家嗎 不然怎麼這麼囂張 現在來講 數位部從他的部長唐鳳 到下面的 我覺得你 雖然上檯面上的來講 沒有一個是專家 沒有一個人對任何資安 或是詐騙的事情 有拿出解決辦法 他們最強的東西就是 這是什麼 就是擺一個樣子 反正你對我來說 你就是弄不倒我 反正我後面有人 你就弄不倒 所以這個女朋友 他是政務次長 政務次長 剛剛講 他以前是學地震的 地震了以後 他是濟南大學的 東南亞研究所博士 國際政治大學的 國家發展研究所 博士候選人 你跟數位發展部 你跟科技 有任何關係嗎 現在來講的話 就是數發部 你那麼多的一個資源 投入那麼多的預算 但是你找的人 你都不用為你的業務 來負責任 其實他們這個成立 對很多的公職人員 很多的這個事務官 都非常的生氣 如果這樣子 就能當官 那為什麼大家要再讓他們 慢慢的幾次等幾次等 慢慢的考 慢慢的考過去 而且最重要的是 你就去幫我們調查 那蘇惠布的這個影片 蘇惠布到底在幹什麼 蘇惠布在做一件事情 全力吹捧唐鳳 對現在來講的話 其實大家都會覺得說奇怪 那我們怎麼要看唐鳳部長嗎 你就把它當成一個網紅 所有東西都make sense了 只要拍網片拍影片 然後只要躺在那個地方 只要吹捧你的部長 吹捧網紅部長 你的官位就會非常穩定 所以他裡面的YouTube 全部都是唐鳳 我很少看到 你看把影片拉出來 你有哪一者沒看到唐鳳 都有唐鳳 都有唐鳳 有 都是這種 你這種東西可以當 所以我花了兩百多億 搞了一二數位部 只是在吹捧唐鳳 這是唐鳳嘛 但是你想想看 這個東西可能當險圖嗎 我們網路媒體出來的 你後面是綠版 你也不用弄 你就直接 反正呢 這個東西只要看到唐鳳 唐鳳 唐鳳 滿滿的唐鳳 我們的預算 大部分就放在唐鳳身上 那唐鳳呢 就是躺著幹 反正呢 只要有唐鳳出現的話 他們自己 數位部內部的KPI 就能達標